吃氨绿地平却得了脑梗,医生叹息,吃氨绿地平,两个错误不要犯。 王大爷家里异常吵闹,一问才知道王大爷出事了。 王大爷的女儿是第一个发现王大爷出现异常的人,发现平时早就起床的老父亲还没出门锻炼。 正觉得奇怪,一进门就看到老父亲口角歪斜,右侧肢体抽搐僵直。 女儿赶紧叫父亲,但王大爷出现了意识障碍,不管怎么叫都叫不行。 于是王大爷的女儿赶紧打120,将王大爷送去了急诊。 急诊医生怀疑王大爷是脑梗死,赶紧进行了一系列检查。 检查出来了,王大爷血压65分之180毫米,又支肌张力抗劲,右鼻唇沟浅,身舌偏幼,神志不清。 脑部CT,左脑组织密度减低,灰白质界限消失。 左侧放射关区缺血躁,脑动脉硬化半多动脉狭窄闭塞。 医生诊断为脑梗死,医生告知王大爷的女儿,要进行动脉绒栓栓和支架植入手术。 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甚至会导致死亡。 王大爷的女儿同意了手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手术一切顺利,王大爷的命保住了,但之后还要进行功能锻炼。 为什么王大爷吃了氨绿地瓶,还会出现脑梗? 王大爷的女儿觉得很奇怪,最终在家里找到了答案。 王大爷的女儿回家后发现,原来王大爷根本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严格抚药。 王大爷年纪大了,嫌用药麻烦,一天三次的药量。 直接改成一天一次顿服,一次就是一天的药量。 并且还在药柜里发现了利托纳维。 王大爷的女儿告诉医生,医生无奈地叹息。 王大爷吃氨绿地瓶,却还是出现了脑梗。 就是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就是随意更改药量, 一个就是在服用氨绿地瓶的同时服用了抗病毒药。 这两个错误就是导致王大爷脑梗的罪魁祸首啊, 氨绿地瓶能够有效控制血压。 但为什么王大爷吃了降压药,还是出现了脑梗? 这和王大爷的用药习惯有关,还跟王大爷的基础并有关。 脑梗是怎样产生的,又有怎样的危害呢? 脑梗的危害有哪些? 脑梗又叫缺血性促重, 主要表现为脑组织缺血导致各种循环障碍。 高血压是脑梗的主要病因。 糖尿病和高脂血症和各种不良习惯也会导致脑梗。 脑梗有着三要素, 波动的血压、狭窄的血管、移动的栓子。 脑梗的患者会出现肢体感觉异常, 肌力受损, 激张力异常。 有些患者由于长期大脑组织的缺血缺氧, 还会影响中枢神经, 甚至还会导致死亡。 安律地瓶能够促进血管释放NOE氧化氮, 修复受损的血管还能够重新分配机体血流分布, 减少肾血流量, 为心脑血管提供充足的攻血。 脑梗术后康复患者的常用药里就有安律地瓶, 这也说明了安律地瓶对于治疗高血压 以及其他并发症的有效性。 安律地瓶这么有效, 可王大爷为什么还是出现了脑梗? 这是因为王大爷犯了这两个错误, 最后才导致了悲剧。 医生提醒, 吃安律地瓶不要犯这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随意更改药量。 高血压是慢性病, 长期规律服药才能帮助机体建立稳定的血压。 只有尊医主定时定量服药, 使安律地瓶保存在有效的血药浓度范围才能够治疗高血压。 一次性摄入过多的药物, 血药浓度过高, 会使机体血压骤降。 加上隔天服用一次, 血药浓度随着新陈代谢排出, 体内药物的浓度无法保证, 并且血压感受器还会反射性地引起升高。 高血压降压应该缓慢, 平稳, 想一蹴而就降压会导致心脏肾脏的负担。 骤然降压会导致攻血不足, 甚至出现心肌缺血和肾血管缺血。 严重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力衰减。 第二个错误是使用抗病毒药利托纳维。 有研究发现在使用利托纳维的同时使用氨氯地瓶, 会导致氯氯地瓶的药物剂量相对过量。 患者很有可能导致血药浓度过高, 形成低血压。 利托纳维是强效的C3A4的抑制剂, 影响氯氯地瓶的代谢。 这两种药通过同一种机制分泌, 形成了竞争性抑制。 于是就导致了氨氯地瓶在体内作用时间延长, 导致了药效的增强。 因此, 在联合使用抗病毒药和氨氯地瓶时, 应告知医生及时调整药量, 减少氯氯地瓶的剂量, 或是分开用药, 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影响药物在体内的过程。 王大爷犯的这两个错误 深深地警醒了我们。 那么在使用氨氯地瓶的同时, 应该注意什么呢? 高血压患者吃氨氯地瓶要注意这四点。 出现不良反应, 及时复查。 氨氯地瓶虽然很安全, 但长期使用也会产生副作用。 氨氯地瓶最常见的副作用有头痛、 怀部水肿和心律市场。 氨氯地瓶作为钙离子结抗剂, 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影响。 有些患者在用药期间可能会出现头晕, 头痛等不良反应, 但停药后消失。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痛的现象, 应该及时就医, 避免因为药物不良反应造成日常生活的影响。 氨氯地瓶对心血管也有影响, 大量服用氨氯地瓶可能会因为血管的过度扩张, 反射性地引起心动过速。 剂量过大还会导致低血压, 通常低血压还会合并心脚痛。 心率失常, 心脏衰竭, 因此患者血压异常。 心率失常时务必及时就医, 避免加重循环负担。 严格遵医嘱按剂量服药。 对于高血压的控制, 用药始终是重中之重, 坚持用药, 定时服药。 按医嘱服药, 依然不被很多患者重视。 在使用氨氯地瓶的同时, 一定要遵医嘱用药。 氨氯地瓶在肌体内通过肠肝循环后吸收入血。 肌体的肝脏代谢出一部分药物, 只有部分药物在肌体发挥作用。 在药物进入体内后, 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 因此, 很多患者认为药物没有疗效。 私自更改药量, 加倍剂量服药。 结果就是导致药物过量, 出现急性低血压。 还有的患者认为药物有效, 吃了一次血压控制好了, 直接不服药, 结果血压反而反射性的升高。 这些都是错误的行为, 不仅不能治疗疾病, 反而会对肌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高血压用药也不能吃吃停停, 血压就像橡皮筋, 拉的次数多了就会断掉。 血压也是这样, 吃药的时候血压低, 不吃药的时候血压高。 血压长期波动, 对心脑血管有很大的伤害。 高血压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伤, 低血压会导致公穴不足, 不能滋养内皮组织, 因此患者服药贵在兼职。 清淡饮食, 高血压合并高血脂的患者 一定要重视清淡饮食。 氨氯地平虽然是有效的降压药, 但是并不能调节血脂。 高血压的患者饮食不能过咸, 过甜, 过辣, 过油。 首先, 重口味饮食会影响胃肠功能, 高肾溶液会增强胃酸的分泌。 PEH的改变也会影响 氨氯地平的药物疗效。 油腻饮食也会导致胆汁和乙液分泌, 乙液是体内功能最强的消化液。 这些消化液的过量也会影响药物疗效。 除此之外, 高血压导致脑梗的患者都有高脂血症, 因此患者在使用氨氯地平的同时 也要减少油脂的摄入。 了解药物的配五禁剂, 氨氯地平是常见的钙结抗剂, 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 关心病和心脚痛。 在使用氨氯地平时要注意配五禁剂。 氨氯地平作用于血管平滑肌和心肌细胞内脏运动神经, 组织钙离子通道, 松弛平滑肌和心肌。 兴奋交感神经, 帮助扩张外周血管, 减少外周循环阻力, 减轻后负荷, 起到降压的作用。 有些药物像利托纳维, 会导致氨氯地平在机体内作用时间延长。 因此患者应该向医生详细咨询, 减少配五禁剂导致的各种毒副现象。 类似药物包括抗病毒类药物, 大环内脂类药物, 这类药物都会影响氨氯地平的血药浓度。 王大爷在使用氨氯地平的时候犯了这两个错误, 最后导致了脑梗, 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追医主用药在使用氨氯地平的时候 避免使用抗病毒类药物, 或是在使用药物前询问医生, 避免药物的配物禁忌。 希望各位都能吸取王大爷的教训, 有个健康的血压。